兄姐妹,早晨。母親節快樂。 無論是母親或者父親,我想在這個世代,大家都會很同意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都很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去為他們打起。 最近在網上見到一篇文章,內容是講到現在這一代家長的憂心。 裡面是這樣說的,不少人,不少書,或者不少傳媒都爭著告訴我們什麼是不夠。 每樣都要做多些,做好些,做早些。 對家長是這樣,對小朋友也是這樣。 但沒有明確告訴我們多少才夠。 結果大家就陷入了不斷鬥好,鬥多,鬥快的惡性循環。 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 而這種不夠帶來的憂慮,就經常都令家長感到不知所措,進退失據。 或者比起管教上的小小錯失,或者是偶然的親子衝突, 這一份過度的憂慮,或者是會令父母或者子女所帶來的傷害更加多。 在文章裡面,作者就鼓勵家長,要相信生命的調節能力,對孩子多一些信心,減一些憂心。 不過今天如果你是家長,無論你的孩子多大也好,可能你身體會變成這樣想。 說就容易,說就輕鬆了。 我見到我的兒子,無論他是三歲或者三十歲,你可能都會這樣想。 我真的很難有信心。 養兒一百歲,長幼九十九,無論你的孩子多大, 或者今天你都很感覺,我已經很長大了, 但是我父母仍然很擔心我,是不是呢? 作為基督徒的家長,我們有沒有這種不知所措,進退失據的憂慮呢? 在養育孩子的範疇,我們對於次生命的主,擺上多少信靠呢? 今天如果你還不是一個父母的話,你同樣可以反思,在你生命中不同的範疇。 對於那位次生命的主,你又有多少信靠呢? 今天我們一起去看一位非一般的母親,她一段非一般的經歷。 從中我們去更加的認識、感受。 我們所信靠的各位的神,是一位什麼的神? 我們先有個禱告。 住在母親節的日子,我們透過摩西母親去生下摩西這一段非一般的經歷。 願意你帶領我們更深地去認識你。 求聖靈帶領,教導我們,導引我們。 討告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明。 好了,我們首先要看一看,摩西出生是一個什麼的時代。 在長世紀最後一章講到約室。 約室做了埃及的宰相。 他的全家因為饑荒移民去埃及。 在當時,埃及人對於他們非常好。 因為受到約室的影響。 但是經過了幾個年代之後, 埃及的法老王已經不再認識約室了。 他只是看到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平且煩、謬、極其、強盛、滿了那地。 當時的法老很怕日後如果遇到什麼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人會聯合他的仇敵來攻擊自己。 於是他一方面就怕一些督工去核製著這些以色列人, 用一些苦工來奴役他們。 他又怕他們越生越多,生養眾多。 又想盡犯法想滅絕以色列人初生的男嬰。 令到他們的民族不再繁衍下去。 我們現在進入今天的經文,回到當時的場景。 我們一起讀吧。 法老吩咐他的眾文說,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你們都要雕在河裡。 一切的女孩,你們要存留他的性命。 有一個利美家的人, 娶了一個利美女子為妻。 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 見他盡美,就藏了他三個月。 原來法老的命令是, 凡以色列人生的男嬰, 都要丟到河裡殺死他。 摩西就是這個苦難的時代出生。 他一出生,就要面對生存的挑戰。 不單是他自己的生存, 是他整個民族的生存。 是關乎神對以色列人的應許。 如果你是他父母,你會不會憂慮? 或者很擔心,很不知所存。 我們來看看摩西生在一個怎樣的家庭。 經文記載, 他是生在一個利美人的家庭。 我們一起讀這兩段經文。 暗蘭的妻,名叫若幾別, 善利美女子,生在埃琴。 他給暗蘭,生了阿倫,摩西, 並他們的姐姐米利。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 進美的孩子,就因著信把他藏了三個月, 並不怕黃明。 原來這個利美家的人叫做暗蘭, 他娶了這個利美女子,就叫做若幾別。 若幾別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這一個就是摩西。 若幾別是摩西的母親。 若幾別這個名字,原文的意思是 耶和華是我的榮耀。 這裡特別提到, 經文特別提到, 若幾別是生在埃琴。 在《創世紀》十五章裡面記載, 耶和華是讓阿伯拉罕知道, 他的後裔必寄居在別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虎待他們四百年。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加南地。 若幾別和他的子女, 就是在這四百年之間出生的人。 而神是應許他們, 他們是必回到加南地。 所以若幾別,雖然他生在埃及, 但是他的心不在埃及。 他和他的丈夫是屬尼未知派。 雖然身為埃及的奴隸, 但是他們仍然是堅守耶和華的信仰。 而是他們因著信而有勇氣去違抗皇命, 將摩西傳流下來。 摩西生下來, 經文說到他的父母見他是個 進美的孩子。 你會想, 如果摩西不英俊, 那是否父母就不要他呢? 這裡, 進美的孩子在原文是可以譯作, 看他是好的。 如同上帝創造一切之後, 都看為好。 在創造的一章31節, 這個的好。 相信每一位父母, 你第一眼看到你初生的孩子, 你都有這個的感受, 看他是好的。 是嗎? 摩西的父母都是一樣, 他們看他是好的。 他們沒有遵守法律的命令, 反而他們將摩西藏起來。 當然是因為他們愛他們的孩子。 但不僅如此, 他更是為了服從神的命令, 讓整個以色列的民族得以傳流下去。 雖然很危險, 也不知道結果將會是怎樣。 但他們就是憑著信靠神 應許的勇氣, 將摩西傳流下來。 領姊妹信靠神的確是需要勇氣, 是要冒險的。 若基別因著信, 不怕王命冒險的, 將摩西藏起來。 他縱然不知道前面他可以怎樣做, 但他仍然有這份勇氣。 勇氣是很吊詭的一件事。 信靠需要勇氣, 但勇氣從哪裏來呢? 勇氣又是從信而來。 當你願意的, 憑著信心踏出一小步, 你的勇氣就會讓你經歷到神的恩典, 對你的神你會認識更加深, 因此你的信就更加大, 要有更加大的勇氣, 就是這樣吊詭。 在今天的香港, 你要堅守神的價值, 抵抗主流的價值, 都是一種冒險, 亦都需要勇氣。 像剛才敬佩詩歌, 我們要做光和炎, 都需要這份勇氣。 記得在信主的時候, 曾經認識了一位弟兄, 他是開車房的, 他開車房, 開車房這個行業, 星期日是他的旺季, 因為車主可能星期一至五, 或者星期六要上班, 他的車有什麼需要, 除了很緊急之外, 可能他都會選擇星期日, 拿一輛車去整, 當時他在一條車房街裡面, 開了一個車房, 這位弟兄, 他想將星期日, 主日分別衛星, 去專心去敬拜主, 於是他很冒險地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星期日, 他就不接生意了, 在整條車房街裡面, 唯獨是他一間車房是這樣, 他的同行都笑他, 你是不是賺錢, 星期日你都不接生意, 是的, 需要勇氣, 這位弟兄也是要養妻活兒的, 但正是他願意踏出這信心的一小步, 神就讓他看到, 這麼多年來, 他從沒有缺乏, 雖然他星期日是不接生意, 但是他的認真, 他在工作上的盡忠, 他的誠信, 讓他的客人, 並沒有因此而流失, 而他亦都在他的孩子面前, 示範了, 什麼是信靠神的勇氣, 藥基別憑著信靠的勇氣, 將摩西藏了三個月, 之後又怎樣呢? 我們繼續看看, 我們一起讀吧, 後來不能再藏, 他看見雙子在河滴中, 就取掉一個葡草箱, 抹上石漆和石油, 將孩子放在裏頭, 把箱子割在河邊的勞滴中, 孩子的姐姐遠遠站著, 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 發怒的女兒來到河邊洗草, 他的氏裡面在河邊行走, 他看見箱子在勞滴中, 就打發一個婢女拿來, 他打開箱子, 看見那孩子, 孩子哭了, 他就可憐他說, 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 孩子的姐姐對發怒的女兒說, 我去在希伯來婦人中, 叫一個奶媽來, 為你乃這孩子, 可以不可以, 發怒的女兒說, 可以, 同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親來, 發怒的女兒對他說, 你把這孩子抱去, 為我乃他, 我必給你公嫁, 婦人就抱了孩子去乃他, 鞋子佔獎, 婦人把他帶到發怒的女兒那裡, 就作了他的兒子, 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 意思說, 因我把他從水裡拉出來。 原來故事的發生是很峰迴路轉的, 摩西三個月大到不能再隱藏的時候, 如果你作為他的媽媽, 你會怎樣去選擇呢? 有什麼辦法呢? 是否真的把孩子掉進了河裡就算呢? 若基別的名字是耶和華士他的榮耀, 他選擇了憑信心, 將孩子交在耶和華的手中, 當然, 他不是就殺手不理。 我們看到, 若基別再走信心的一步的時候, 他很細心, 他將若基別, 若基別將摩西放在一個葡組箱, 而且還抹上了石漆和石油, 讓這個箱可以防水。 他將箱子輕輕擱在河邊的芦苇之中, 擱在是一個很輕柔的動作, 將它放好, 免至水流急的時候沖走它。 對比法老粗暴的命令, 雕在河裡。 這個動作, 反映了媽媽的那份愛和細心。 若基別不是放棄摩西, 他是很穩妥地把摩西放在耶和華的手中。 憑信, 他深信耶和華會指引他的道路。 更加他讓女兒米利暗, 遠遠地站著看著, 看看有什麼會發生。 信心的一步, 加上作為媽媽的愛和細心。 不過當然, 在當時他都沒辦法知道摩西的命運將會是怎樣。 在我們看來, 人無法預知無法掌控的事, 我們都會很憂慮。 大約基別就是這樣, 憑信去擺上。 當人操練信心, 仰望神的時候, 將一切交託給神的時候, 神就會讓我們去看到, 他的恩手是在的。 這條河原本是一個死地, 是很多以色列男嬰撞身之地。 但是憑著這位母親的信心, 他將死地變成生地。 神跡就在這裏發生。 我們看到, 在第五節開始, 有很多很多的巧合。 巧合這樣, 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去洗草。 埃及人是相信, 在神聖的利落河到, 沐浴是會得到神明的庇佑。 所以, 埃及公主來到河邊洗草, 都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她又會看到那個雙子。 她打開一看, 又看到孩子在哭。 孩子哭, 她就生了憐憫之心。 收下這個孩子, 作為自己。 孩子的姐姐, 在這個時候又對法老的女兒說, 請求她去找一位希伯來的苦人, 來做她的奶媽。 法老的女兒又說可以。 其實在這麽多的環節裏面, 都可以有很不同的事發生。 可以是那個蒲草箱被水沖了, 可以是第二個希伯來人, 或者第二個埃及人見到這個小孩, 將她殺了。 可以是法老的女兒, 不想希伯來的婦人去養這位小孩子。 但是上帝的恩首在當中, 這一切這一切的巧合, 是否真的巧合呢? 就是這樣公主變成摩西的母親, 摩西的母親就變成她的奶媽。 摩西的母親不單可以光明正大地照顧自己的孩子, 而同時摩西都可以在埃及的皇室上有最好的教育。 孩子佔獎的時候, 婦人將她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 就作了她的兒子。 快老的女兒幫她起名摩西, 意思是因我把她從水淚拉出來。 但是當我們看到這麼多巧合的時候, 大家都明白,都知道, 是誰把摩西從水淚拉出來。 是誰? 是神,是耶和華, 親自地把摩西從水淚拉出來。 由於這個級別,她做了摩西的保母, 她可以公然無懼地照顧, 而且教導自己的兒子。 摩西在她的護備之下, 短一點的數年, 深深地影響了摩西的未來。 約幾別對神的信心, 也深深地影響了摩西。 誰都想不到, 神在這個時候會憂法老一默。 法老下令要將以色列人的男嬰, 全部丟在河上。 但是她的女兒, 竟然將以色列人在法老的手下拯救出來。 神作為奇妙, 神時間的準確, 讓約幾別這個信心的行動, 去經歷神的恩典。 原來真的, 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 神的計劃沒有人能夠阻止。 摩西出生, 看似是絕路, 因為法老要滅絕所有的男嬰。 約幾日, 憑信將摩西交在神的手中, 就在神的恩典當中, 一位埃及的公主竟然服侍了耶和華, 摩西和希伯來人。 法老一心想滅絕以色列人, 誰知道以色列人未來的拯救者, 竟然就在他的皇宮裡面, 被撫養長大。 這些都不是約幾別可以想像, 亦都不是我們可以想像。 摩西長大了之後是怎樣呢? 來看看希伯來孫這一段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吧。 摩西恩著信, 掌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願暫時享受罪終之樂。 他捍為基督受的寧慾, 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因他賞望所要得的賞賜。 他恩著信, 就離開埃及, 不怕黃路, 因為他行心忍耐, 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他恩著信, 就守如月節, 行灑血的禮, 免得那滅長子的, 臨近以色列人。 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 有一個詞語重複的出現是甚麼? 恩著信。 約基比恩著信, 將摩西藏了三個月。 摩西恩著信, 被神所使用, 最後他是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往加南地出發。 是誰讓摩西有這種深厚的信仰基礎的呢? 又是誰讓他在思想上, 學識上, 物欲上的誘惑, 長期抵抗埃及的誘惑和文化呢? 他是為何可以保持對神的忠誠和信心的呢? 甚至他寧願可以和神的百姓同受苦樂, 苦害, 都不願意暫時享受罪終之樂呢? 相信他的媽媽約基別, 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他就是摩西第一個屬靈導師。 《喜白萊書十一章》裡面有一個信心榜, 記載了舊約所有信心的人的名字, 在榜上有十八個名字, 其中三個是女性, 分別是阿伯拉罕的妻子薩拉, 妓女拉俠和摩西的母親。 信心是不會遺傳的, 但是信心是可以感染和影響子女和身邊的人。 如同保羅稱讚提摩太的信心是會受他外祖母和母親的影響。 同樣,約基別這對夫婦的信心, 一定是在影響他三個的子女。 有人說, 每一個誕生在世上的孩子都有神的旨意。 雖然那個旨意尚未顯明,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他要完成的獨特使命。 即是說, 今天在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我們為人子女的。 由我們成長到現在, 神在我們的生命中, 都有我們獨特的旨意。 你看到沒有呢? 我們的孩子也是一樣。 神在他的生命中, 都有他獨特的旨意。 作為父母, 我們見不見到呢? 摩西神跡地被保存下來。 這也是神成就以色列人救贖的計劃, 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約基別, 在摩西年幼的幾年, 能夠親自去照顧他。 每天的跟他去洗澡, 餵奶。 可能會跟他講以色列人的歷史。 跟他穿衣服, 跟他一起玩。 但可能他都無法想像, 原來神將會使用他, 成為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一位領袖。 摩西的人生一點都不平順, 充滿了挑戰。 這個挑戰由他一出生, 就已經開始了。 摩西也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人。 他都是在他信心不足的時候。 作為他的母親, 約基別不能夠一生陪伴他。 其實, 估計摩西在大概六歲的時候, 應該已經離開了母親, 進入了埃及的皇宮生活。 約基別能夠給摩西最重要的, 是他的身教和屬靈的引導。 讓他認識神, 信靠神, 被神使用。 這個世代有一個名稱叫做 產草機父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產草機父母? 就是他要將兒女前面的左欄, 好像產草機一樣, 剷開了。 為兒女鋪平他的道路。 或者你有聽過三高父母? 什麼高呢? 高期望, 高憂慮, 高控制。 但是這樣, 又是不是好呢? 作為基督徒的父母, 我們會不會學校約基別一樣, 做一個非一般的父母呢? 在孩子年幼的時候, 我們願不願意放時間去培養他的靈性。 實踐家庭崇拜, 和他們一起祈禱。 讓他們認識神, 信靠神, 經歷神, 被神所擁。 在今年, 我們的兒童主一學, 邀請了一些兒童同學的家庭, 參與兒童崇拜的服侍。 看到一個一個家庭, 他們整個家庭一起去準備, 去敬拜神。 實在是一幅好美的圖畫。 今年同樣也有一些兒童六年班的同學, 因為時間安排了調動, 他們早上就要回來了, 跟父母。 但是呢, 其實他五堂才上主一學。 他早上就一早回到來, 進去一些K班的班房, 作老師的小助教。 因為我們相信, 今天的孩子認識的東西已經太多, 我們兒童主一學的同學, 背金句可能比你和我厲害。 但是他們要的, 是要親身去經歷。 他們要學習的是, 如何在生命中去信靠。 如何讓神使用, 去服侍人。 在生活中, 我們又是否可以做到光和炎呢? 作為一個成年人, 無論我們是否父母, 在年輕的一代, 在數靈的後輩, 我們是否能夠以身作則, 活出表內一致的生命? 我們是否可以讓他們看到, 我們是如何操練信靠的功課, 我們是如何憑信去擺上, 而經歷到神的信實和恩典。 我們的軟弱, 我們遇到的困難, 我們是如何經過, 我們是如何經歷神? 我們願不願意開放自己, 成為孩子, 成為別人的光和炎呢? 我們生活中的優先次序, 在我們孩子的眼中看來是怎樣的呢? 作為父母, 可能我們更加有那份的使命, 或者是那份的狠切去重視我們自己的靈命, 自己和神的關係。 因為每一天, 我們的孩子就是這樣去看著我們。 第一, 弟兄姊妹, 我們也要切切慰到一些年輕的父母, 新手的父母去討告。 剛剛生完小孩, 家庭是有很大的變化。 正在人生階段, 家庭變化裡面, 最有張力, 最需要適應。 但正正是因為家庭裡面實在很忙亂, 很多時候, 這些弟兄姊妹都真是, 未能夠回到我們的當中, 回不到崇拜, 回不到團啟。 每一次我知道, 其實我心裡都很焦急。 因為我很知道, 在這個人生階段, 正正他們更加需要神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他們更加需要弟兄姊妹的同行。 所以今天, 如果你身邊就是有一些這樣的家庭, 你願不願意多走一步, 去關心他, 去探訪他。 如果他有什麼困難, 當他帶了小孩回來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他。 英文有一句說話,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要一村人才可以養育到一個孩子。 他說, 無論你是否父母, 你又願不願意成為你身邊的弟兄姊妹, 他孩子的守護者, 成為教會屬靈下一代的守護者, 成為他們的屬靈師父。 回到作為基督徒的父母, 我們又希望為我們的兒女留下一些什麼呢? 我們很相信, 父母對自己孩子的屬靈影響, 是最深遠、最大的。 這個也是神賦予給父母在屬靈上的權並和祝福。 我鼓勵, 無論你的孩子是多大, 你都不要放棄這個權並和祝福。 或者方式會有不同。 孩子小和孩子長大了, 你和他的相處, 你的影響力都不同。 但是我深信, 神都是給他一個權並和祝福你。 你願不願意以身作則, 在生活中操練你信靠的功課, 經歷神的信實和恩典意志, 你能夠成為你孩子屬靈的師父守望者。 你又願不願意開放自己給神所用, 去培養屬靈的下一代? 來到最後一部分, 今天選擇的回應師是伴隨了一個故事。 都在最後這個時間想和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這首回應師是一位年輕人, 他和我分享的。 這位年輕人的成長一直都挺平順的。 他自己形容在中學畢業之前, 無論在家裡, 在學校, 在教會, 都好像在溫室一樣。 有很多的愛, 很多的支持, 和看護。 直至去到大學, 他接觸的人更加廣泛, 更加深入, 都有很多很深刻的體會。 同一時間, 他面對學業受到挫折, 陷入了混亂當中, 他需要再重整, 重新去找回自己的方向。 最後他決定去外地重新起步, 離開了自己熟悉成長的地方, 自己心交的朋友, 在他剛剛去到外地的時候, 一切要重新開始, 要重新建立新的關係, 要面對, 靜下來的時候, 要面對自己還未完全消化的那份挫折感。 一會兒孤單的感覺就湧現了出來。 這個時候, 他就想起了一會兒那首的詩歌。 他打開聖經, 看了一次詩篇139篇, 成為了他的安慰。 在外地, 他也重新開始建立他和神的關係。 他還年輕, 前面的腦子還有很長。 我作為他的母親, 偶然聽到他這個不經意分享的這段片段, 我的心很感動。 是啊, 我沒有辦法可以代替我的孩子去經歷, 去面對他的人生。 甚至有時候, 我未必可以知道他在面對什麼的困難。 但是我知道, 信實的神, 將是他人生最可以信靠。 神比每個孩子, 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同。 對於你, 對於你, 對於作為父母, 讓我們一起, 以勇氣和信心信靠, 神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旨意, 得以成全。 掌官萬有的主, 你的作為奇妙。 你的作為奇妙。 你會有多麼的認識我們。 你會有多麼的愛我們。 無論今天, 我們生命的光景是怎樣。 無論今天我們面對到的是什麼。 或許我們今天見到我們的孩子, 我們不知道 他的將來會是怎樣。 但是主, 我們深信, 無論在哪裡, 無論在什麼的光景, 你的手必引導我們。 你的愛必圍繞我們。 你就是這樣。 我們憑信心的信靠你, 以致我們能夠經歷更多。 你的奇妙恩典。 託告奉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Amen. 我們下次再見到你的愛。 你不會被傷害。 你不會被傷害。 你對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